Hallelujah 很开心和大家一起 今天的信息是经历神的话 首先讲讲这个 我有一个深度的Zoom 网上的识经讨论会 是深度的 是可以大家回应的 如果你想参加 你一会告诉我就可以了 或者你打电话给我就可以了 就是免费的 五个早上都有 晚上有星期二三有的 你可以和我联络 帮助大家和神的关系更加密切 和识经了解神的话语更多 我们的主题就是 先看看 经历神的话 就是说神的话 不只是我们去看去明白 是可以经历 正如我们经历圣灵 我们可以经历神的话语 就是让我们看得到 我们和神的关系 是有圣经很肯定的应许 让我们可以经历的 于是我们就会更加 就是说和神的关系 很有把握 圣经说了什么 他一定会做 一定会做的 他不会说哎呀 我都不记得做 我都不记得帮你 神会这样 还有有一句说话 我常常都鼓励人 我说到天堂 神不需要跟你说 对不起我 我不记得帮你 有时候有些人 神不记得帮我 就是帮周围的人 又不记得帮我 但是神说了 神是喜爱他的百姓 以及喜爱 敬畏他 以及盼望他 慈爱的人 当我们敬畏他 尊敬他 不去犯罪 得罪他 有些人说我常常都犯罪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悔改 所以求主圣面 神一定忠言 还有我们 总是靠主去处理罪 一定神一定忠言 一有罪的意念 想骂人 立即说 骂人是没有好处的 对不对 耶稣说 在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犯罪是会遭遇的更加厉害 所以就不要犯罪 那我们这样提醒自己的时候 一有罪的意念 就是说 神帮助我 立即祈祷 神给力量 不要骂人 骂人是没有帮助的 骂人有没有帮助 帮不帮到他改变 你被骂完 是不是会很乐意改变 不会的 反而关心人 接纳他 欣赏他 会改变 即是有任何罪的意念 任何不好的事 立即知道 有破坏性 那我们跟从神 敬畏神 而盼望神慈爱的人 神就会喜爱 和祝福 所以 我们可以日常生活经历到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以赛书五十五章九节 我们一起读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语说从天而降并不反回 却滋润地土 使地上发芽结实 使杀种的有种 使要吃的有粮 我口所出的话 也必如此 却不徒然反回 却要成就我所欺悦的 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 必然亨通 在这里说到 神的话是 不会徒然反回 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 必然亨通 即是神要成就的工作 必然亨通 当听话的基督徒 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 神就在我们生命中 做奇妙的工作 带领我们进入神奇妙的计划 那些不信的人怎样呢 神的话语 就会成就审判 因为当审判的时候 人才听到神的话语 就会审判他的行为 你想想神审判你的时候 你是有恶又懒的仆人 还是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呢 你想的时候你就听神话 你说神啊我听从你 神的话语入我心 我就遵从 记住 我希望大家常常记得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是不会徒然反回 好像雨雪下来 雨雪不会没用的 一定会产生果效 在沙漠地里 你看到全部都沙漠 一落雨 立即 立即很多植物 很快的发芽生长 立即就会繁殖 因为很快的水就会过去 然后他就可以有花 有果子 就会传播 这个就是神很特别的 用雨和雪 来成就他的工作 也都用他的话语 成就他的工作 我们就深信 神的话语在我生命中 成就伟大的工作 提摩看后书三章十六节 我们一起读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读摘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这里讲到神的话语 是能够成就他的工作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在我们的心中 他会做什么工作呢 就是教导我们 教训 督摘 指出我们的罪 使人归正 走正路 教导我们学义 如何遵从神的道理 然后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就是做神所吩咐的事 神的心意就是 我们每个人都给神使用 给神祝福 因为有一天 我们每个人都在神面前交仗 凡是你遵从神 爱神的人 神是好喜悦 他今生祝福你百倍 或者更多 来生得永生 并且是永远有赏赐的 永远神的赏赐会随着我们 在但耶稣有讲到 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 那使多人归义的 必发光如同星直到永远 你为耶稣所做的 是发光如同星直到永远 是永远神纪念 而这个神的荣耀 在《春亚及记》33章 摩西求见神的荣耀 神就让他回答他 他说我要将我的恩慈 在你面前经过 神的荣耀 将来我们復活的时候 在《高伦多前诗》15章说到 我们好像日、月、星不同的荣耀 这颗星和那颗星的荣耀都不同 将来我们復活的时候 有些人好像日的荣耀 有些人好像月的荣耀 有些人好像星 有些星是光一些 有些没有那么光 那么这个光 将来我们将来 所有爱神的人 会有更大的荣耀在他身上 这个荣耀是什么呢 出《埃及记》33章说到 摩西求见神的荣耀 但神回答他说 我要将我的恩慈 在你面前经过 即是说 当我们在神的荣耀之中 其实是在神的很大的爱之中 即是那些月是听神说 遵从神的人将来在新天新地 就会不断经历神很大的爱和感动 很强烈的爱到永远 哇,真的很划算 真的很划算 你买一间屋 你只能住几十年而已 我们寿命都是几十年至一百年 你买一间屋 即是你不能够住永远 一间屋一到一段时间就不行 但是我们天上屋是永远 天上的赏赐是永远 是不是很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被神的话语改变 去走神的路 遵从神的话语 时时触实神的应许 那我们的生命就会很高度被提升了 好了,那神就给我一个神属性 查经法和讲道法 大家上网找是找到的 是表扬出神的属性 那有什么根据呢? 在这个经文就说到了 我们一起读一下 比特前书二章九节 唯有你们是被简选的族类 是有君主的祭司 是圣诀的国道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召 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神特别简选的族类 叫我们宣扬神 这个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 这个就是神了 请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这一位神的美德 即是说我们去宣扬神的时候 经常告诉人 神多好啊 神多爱我们啊 神多关心我们啊 祝福我们啊 提升我们啊 让人常常看到 哇 神真的好啊 他们就会喜欢神 就会尊重神 你常听我说 神多好多好 我在非洲的时候 有个牧师 而牧师 你真是每次讲真道 你一定讲神多好 我说因为我很喜欢神 我真的看到神很好啊 所以我的讲徒法 都是常常告诉人 神多好 你听我讲的时候 你要听到我 神应他一定做 神是照着他应去做的 他是信实的 是可靠 他是慈爱的 关心我们的 给力量我们 给恩赐我们 他又会赏赐我们 又会改变我们 他做很多样东西的 真的很多东西做 不过神做得来 很轻松的 他甚至说 你扶我的握呢 我的握是容易 我淡是轻散的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是凡事做到的 所以我们越荣耀神 越轻散 神就越喜欢 神喜欢你呢 真的好得不得了 人喜欢你 他能够帮你的有限 但是神喜欢你 是无限的帮助 我希望大家深信 我们听神说 是有无限的帮助 我一起说 我们跟从神 有无限的帮助 永远够我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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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多到有余 并且多到有余 可以留出去祝福别人 是否很好 我希望大家祝实神的应许 并且时时深信 哥林德后书第一章二十节 也很清楚说到 神的应许的真实性 一起读一下 神的应许 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事的 所以值着他 也都是实在的 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就是神的应许 他答应了一定会做 他答应拯救我们 他答应参演圣灵感动我们 赦免我们 感动我们 带领我们 供应我们 辅助我们 给喜乐平安我们 给赏赐 和今生有赏赐 我经常经历神的赏赐祝福 经常得力 经常开心 这是赏赐 神为我预备最好的 你听神说 神的应许在你身上 一定应验 神的应许 和人的应许很不同 这里有很多人结婚 结婚的时候 牧师就问你 你愿不愿意娶她为妻 如何爱她 尊重她 关心她 照顾她 无论病 健康 都跟她一起 关心她 我想问你 那你的丈夫太太 有做到多少成呢 是不是时时都这么关心 时时都这么爱护 整天都令你这么被爱呢 因为有时都很多脱漏 是很多脱漏 人是不是很多脱漏 人是很多脱漏 但是神呢 是不会脱漏的 祂一定照我们所做的 但是去赏赐 我们要留意一件事 圣经说到赏赐祝福 全部是根据我们所做 和我们所做的比例 但是来源都是因典 是出于因典的 这个赏赐是出于因典的 这个赏赐是出于因典的 他根据很多问题 他根据整天都很烦恼 但是你爱神呢 你整个生命得福 所以是爱神的人 就得到神的应许 我们发觉圣经的应许 都是对跟从信靠 爱侍奉他的人 是更大的应许 首先呢 神就是一个喜乐的神 这个也是一个应许 我们可以触实这个应许 他因你一起读 他因你欢恩喜乐 默然爱你 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这里告诉我们 神的属性是什么呢 神的本质 是不是一个很低沉 很烦恼的神 是不是很 哇 整天打起一块面的神 是怎样的 开心到欢呼 我想问你 有几个人看到你会欢呼的 你可能拿着雪糕送给他吃 他可能会欢呼 但是呢 没有雪糕 没有欢呼 那么 神是会见到我们欢呼 这个应该是很 跟我们的关系有关的 越爱他的人 神见到我们越欢呼 这个经文给我们很大鼓励 我们可以让这个经文应验在我们身上 因为我们讲到今天经历神的话 怎么应验呢 你要亲近神 圣经说到亲近神 他就常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就亲近他 赞美他 爱他 有些人就开始经历喜乐 有几个人试过在祈祷 赞美神有喜乐的整举手 很多个人感谢神 那你就经历到神的本质了 神的本质就是喜乐 他有很多本质 这里的本质就是 他是喜乐的神 开心的神 他因我们开心到欢呼 而这个喜乐会传递给我们的 譬如圣经讲到 圣经将神的爱 会宵灌在我们的心里 就是神的爱会临到我们身上 神的喜乐也会临到我们身上 所以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 我来说 我感谢神在1998年 我经历四年充满之后 后来我开始经历喜乐 我就很竭力保持 因为我很珍惜神任何工作 我的聚会 我不断地赞美神 那时候已经学到 用心灵赞美神 我一赞美神 在心里发出 即时起落就涌流 我在巴士上回去 我也一样 不过我就不笑出声 有一个方法 你看看我 我现在起落 但是我不笑出声 不经过声带就可以了 譬如很简单 我用一个例子 我做了那个动作 但是你听不懂我说什么 我一开声带就会听到 耶稣爱你 但是如果我这样 你听不到声音 笑的时候也可以这样 我在巴士上 不断地在 又没笑出来 然后我回到家 又继续保持喜乐 整天的心里感激神 我到现在 我任何时间 一想到 心里面的喜乐涌流 不是作出来的 是很真实 而且我即时感受能力 流过我整个人 整个人 即时有神的能力 流过 感谢神 神日使用我去祝福别人 有很多人 我们聚会 如果你能够来到 恒心来到 在黎智角 那里 你上网找叶牧师 我的影片也有说 黎智角 也有电话 你问 如果你去得及 就算你迟到也不要 为什么呢 我们最后一段的时候 是祈祷时间的 下午都有的 两点半至五点多 那些人很多经历喜乐 经历喜乐有什么帮助呢 第一他自己随时喜乐 第二他为人祈祷 人会喜乐 人会被医治 被安慰 但是不失控的 一喜乐 立即可以收祭 所以不用害怕 有些人很害怕 不会的 是可以控制的 所以 经历神的话语 经历喜乐 喜乐 喜乐是否重要 重要 很多人去 给很多钱去旅行 就想喜乐 但他去到就猛 那些菜都不好吃 不过现在都没得去 就是蚕蚕来说 这些什么不好吃 就经常都不开心 但其实可以 转一个方式 好美啊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哈利利亚 你去到哪里都好 都可以喜乐 这个就是 喜乐的秘诀 经常算神的恩典 想到神的恩典 也都算 世上任何我们收到的恩典 吃的好东西都开心 因为吃饭的时候都开心 这样做人就起落了 可以经历到神的话语的实在了 好了 诗篇139篇第5节 你在我前后环绕我 安守在我身上 这里讲到神的同在 神围绕着我们 我将耶和常摆在我面前 因在我右边外面不自遥动 因此我的心欢临我的灵快乐 我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这里讲到亲近神 就时时都会有神的同在在我们周围 这也是可以经历的 如何经历呢 刚刚我所说的 经历喜乐 能力 感动 爱 激励 这都是经历到神的同在 我们随时随地学习 行路搭车 洗碗 洗澡 祝好赞美神 感谢神 欢喜神 我们就会经历到神带来的平安 和清爽 这就是经历神的同在 将来到大灾难的时候 其实圣经说是我们需要经历大灾难的 我在网上也有讲到的 你上网看看 根据圣经 我们需要经历大灾难 但有些人就说 到大灾难就 一声就全部被提 其实圣经是没有这样说的 圣经很清楚说到 是耶稣降临的时候 我们才被提 在大灾难中 我们需要很多力量 需要学习 随时赞美神 随时得力 随时不怕敌人 不怕魔鬼 随时得力 赞美神 随时有力量 这是很重要的 在任何情况 能够暂立得找到这个能力 一定是亲近神 神与我们同在 这是神应许的 所以我们常常告诉自己 你跟我一起宣告 我亲近神 神一定在我周围的 神一定祝福我的 我一定能够从神得力的 我愈来愈经历祂更多的 我希望大家都深信这件事 好了 另外就是父耶稣的骗 是轻省的 因为我骗是容易 我淡只是轻省 第二种轻省 第一个轻省是什么呢 凡劳虎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自己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就是劳虎担重担 都到耶稣那里 我想问大家 你发觉周围的人 有没有劳虎重担 你有没有 都有 耶稣说什么 他说你来他就得到安息 有些人都不行 不行 不行 不是因为耶稣 是因为我们 怎样呢 哎呀 耶稣 我又整天 哎呀 那些人很激气的 哎呀 他们很坏的 他们又骂我 哎呀我很不开心 那你这样想着 当然是不开心 对不对 你选择 你选择吃什么 你就生什么出来 你经常吃苦毒 就生苦毒 对不对 这里耶稣说 去到耶稣那里 我们时时有耶稣的恩典 和任何好的地方 有很多人对我们善待 我们也要多谢神 多谢他们 他人就开心了 时时来到耶稣的面前 得到力量 这样呢 就会在任何的重担之下 都得到轻省 譬如有人 伤害我 得罪我 我会怎样说呢 不要紧的 他不会拿走神的恩典 神答应了 爱他的人 他就为我预备眼睛 未曾看见耳朵 未曾听见人生 未曾想到他的恩典 所以我不用怕他 不用受他的影响 他说的话 在空中停留 不够一秒钟就走了 我不用抓紧那些话 我就不计较 我不计较 我不计较的时候 我经常想着耶稣在爱我 哈利路亚 哈哈 我不用受他的影响 他有问题 我不用拿屎上身 要不需要拿屎上身 他有屎上身 他有屎上身 有些人很喜欢他 还反复思想 他真是坏了 他真是坏了 我真是很生气他 越生气就越坏 是吧 我们不用生气他 他搞不了你的 魔鬼整天都想教你 你直接不用理他 奉耶稣命你走 不用理他 他会用很多方法 你又坏了 你又做得不好 耶稣赦免我 你不要再出声 走 我们不需要怕魔鬼的控诉 也不需要怕人的控诉 当然我们可以回答他 如果我做错 请你原谅我 我们都尽力去改善 我们一起互相欣赏 好不好 正面的回应 这样的时候 我们可以随时有兴散的心 还有还有一件事 就是 耶稣说我骗是容易 我淡自己兴散 很多人侍奉 除了侍奉 做人也好 是很重的 做人很重 哎呀 要照顾子女很重 照顾配偶很重 事奉很重 为什么很重呢 因为我们背着后果 神要求我们的 是什么呢 在《高文德前书》四章二节 所求于管家的事 要他有忠心 忠心就可以了 你忠心做了他 信不信是他的问题 当然我们尽力想他相信 但他不信 我不用 哎呀 他又不信耶稣了 哎呀 我劝他爱耶稣 他又不肯了 那我们就背着重担 其实不要紧 我们做了 我们就开心快活 越开心快活越影响人 当我开心快活 讲道 那些人会受影响多些 很多人在网上回应我的讲道 越轻松 人就越影响 但我越是 你们都不听话 哎呀 你们要悔改 你们不行的 这样不行的 那些人越听越猛 但是我说 跟从耶稣是很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一悔改在天上 就为我欢喜了 我一遵从神 神就说 你就建造在 在盘石上建造 就不是建造在沙土了 我们爱神 神就为我们预备 人生未曾想到的恩典 所以神是会 很欣赏我们做的事 那我们就可以开心快活 就不用 背着淡子 后果在乎神 不是在乎我们的 我们做了应份做的 我们就开心 就算是传福音 我试过传福音 他又不相信 我心里有些弊异 神就感动我了 你做了 到审判的时候 你就荣耀我了 在审判的时候 耶稣就说 你向了那个人传福音 那个人没有信 是他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所以 神都会称赞我 也告诉别人 你看我的儿女 向你传福音 是你没有信 所以我们所做的 都荣耀神 就算他不相信耶稣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轻省了 但不代表我们 不去关心他 我们真的关心他 真的想他相信 但他始终不相信 不听话的时候 我们不用背着淡子 我们都有 智慧 去鼓励人 去跟从神 我们说 神很爱你 你很宝贵 你听话 你亲近神 尊重神 你的生命就被提升了 但如果你不亲近神 不遵从神 犯罪了 你的生命就有很多问题了 你想怎样呢 这样鼓励人 你想更多喜乐平安 因为常常吵架 常常烦恼 你想神祝福你 你就听话 你就会开心 你留意一下 你听话的时候 有没有经历越来越开心 有 你就多谢神 你就继续遵从神 这样 那些人就会听话 一些 就是告诉他们 你亲近神的后果 不亲近神的破坏性 人就会更加明白 那我们就会 轻省事逢 人家看到你的喜乐 都会被你影响 另外的经文 就是 圣年将神的爱 囂观在我们心里面 这个也是可以经历的 我很感谢神 当安卡楼为我按手的时候 他真的有很大的恩膏 很大的电流进入我里面 跟着很 应该同时 神的爱 很大囂观 我们感动到不得了 感动到哭 很释放的哭 神原来如此爱我们 我从那时候开始 我更加感激神的爱 神你真是好 整天都爱我 我越感激神的爱 我就越觉得在爱之中 我就整天觉得我是被爱的 多谢主耶 我是被爱哈利路日 多谢天父 整天都在被爱之中 在这个状况 我是很得力 所以我希望大家 整天都深信 耶稣在爱我 就算在吃东西 那些食物是神的爱的表达 你妈妈煮菜给你吃 她煮菜给你吃 是否表达爱 是否关心 但是那些材料是神给我们的 妈妈不能从无有 弄出那些食物 全部都是买回来 是有人种的 有人养的 都是神所创造 才可以养的 而那些食物真的好吃 有健康的 那我们就感激神 这是神的爱的表达 赞美神的时候 有没有平安喜乐 这又是神的爱的表达 多谢耶稣 这又有喜乐 立刻说 神在爱我 多谢天父 这个是很重要 总是把思想回到神那里 我经常都是这样 经历什么 全部好的东西 有些人说 好的是神 不好的又不是神 神是不会把不好的东西给我们 他真的把好东西给我们 所以我们一赞美神就开心 我们就感谢神 多谢天父 不好的又是哪里来的呢 罪 人的不好 和自己的罪 自己的烦恼 带来的 我们可以日日经历神的爱 圣经也说了 为喜爱夜或律法 就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我们看到圣经 我只是说出几句经文 我们时时看到任何经文 我们都想 思想 就夜思想 不要只看完就算了 就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好似一棵树灾在溪水旁 按照结果指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作的 尽到顺利 是全个人都顺利 清省平安 所以听到神的话语遵守的人 时时思想的 是有福的 经常都说 耶稣喜爱祂的百姓 耶稣喜爱敬畏祂 和等候祂慈爱的人 盼望祂慈爱的人 所以我经常都知道 神在爱我 这点很重要 我跟从神 神在爱我 喜爱我 喜悦我 喜欢我 大家可否一起宣告 我爱神 神在喜悦我 一起说 神就很喜欢 神就笑到坚硬不坚硬 这是形容词 神开心到很开心地笑 当我们有这个圖画的时候 我们对神有一个很亲切的感觉 很多人去到天堂 都经历了很大的爱 我有一个姐妹 今天我会请她下午分享 如果大家想直播可以看到 直播上Facebook 业目 或者是 福兴宣教事公 福兴宣教事公 那你就会看到我们今天下午的信息 有一个姐妹 在礼拜四分享 我听到真的觉得很特别 她说她很多时候为人祈祷 她就会看到异象 看到异象是怎样呢 她说 耶稣摸一下她的头发 摸一下她的臉 又摸一下她的臉 又摸一下她的臉 我听完我真的觉得很感动 原来耶稣和人这么亲切 她告诉我们 她真的很爱我们 很爱我们 我们经常思想 原来神是喜爱 敬畏她 和盼望她 慈爱的人 就是神很喜欢的 神是很喜欢的 因我们喜乐而欢呼的 那我们做人 做得开心很多 这就是经历神的话语 不只是听 有些人看圣经 全部都看完 不过肯定是不经历到的 因为她没有将她 形容在生命之中 圣经也说到 以耶华为乐 她就把你心里所求的词给你 以耶华为乐 她就叫你成价地的高处 这就是什么叫 以耶华为乐呢 就是耶华是我的快乐 有些人以什么为乐呢 钱 结婚生子 那些都是好的 那些都是好 都是好东西 不过我们最主要 恩典的来源是神 祝福我们的歌是神 所以我们常常以神为乐 神真是好 神的平安给我 神的喜乐给我 神的力量给我 我真是喜欢神 我真是多谢神 神就叫你成价地的高处 你就成为一个尊贵的人 神就叫你心里所求的词给你 你整个生命真的没有怕 是全部蒙福 一步全部是提升的 好不好 是非常好的 所以希望大家天天都记得 以神为乐 神是我喜乐的来源 世上一切都要过去 我们都可以以那些事为乐 但是最主要的喜乐来源 是来自神的 还有怎样得着神的祝福 圣经很清楚说 这个祝实的应许 先求神的国 第一个经文 先说了 神为他爱他人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生未曾想到 就是我们爱神 神就应许祝福 你发觉圣经没有说到 信耶稣又不改变又不听话 都会得到祝福 圣经没有这些说话 圣经说信作情欲杀总的 必从情欲收 什么 是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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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有说到 总之你信耶稣 你怎么也好 都会得福 圣经没有这么说 圣经是说 信心一定有行为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而当我们爱神 神就是为我们预备 你想也想不到他的恩典 还有先求神的国 和他的义这一切就交给我们 什么是先求神的国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 关心人 希望他们进入天国 传福音 为他们祷告 真是传福音 第一 第二 神的国在哪里 就是凡是听神话的人 那里就是神的国 譬如 有个教会 假设有个教堂 那些人个个都不听神话 经常闹嘲 又不传福音 神想掌权在那里 掌权不到 因为他不听话 有些基徒也是 上教堂很虔诚 又做执事 回家就闹嘲 有些人都这样说 他说我爸爸在教堂很活跃 但回家都会吵架 耶稣根本在他的生命里没有掌权 耶稣掌权就是他的国 所以先求神的国 一个就是传福音 第二就是耶稣华士 那里就是神的国 总是耶稣华士 耶稣说什么 我就听他的话 是必然最好的 先求神的国 和他义 这一切就加给你 神就祝福你 我真的数一数一数一 神给我的恩典真的很多 神给我七十一岁 都依然声音这么洪亮 身体健康 又不用戴眼镜 又不用戴老花 真是很神奇 阿里哩 荣耀归给主 神又给我恩赐去大敬拜 去讲道 分析圣经 写书 我常常有很多意念想写 不够时间用 一有时间我就有很多事情想做 神又给我各样恩赐 去辅导人 帮助人灵命 经历圣灵 很多人都赐给我 又给我很好的太太 又给我们很好的同工 这两位和我们侍奉一起 我都很感谢神 总之神什么都给我 爱祂的人 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 进入神不同的领域 一切都加给你的 还有 《老家11章28节》 有人说 生你那个和预养你那个 真的有福 耶稣说是 没错 玛利亚是有福 不过 却不如听神之道 而遵守的人有福 你听神的话 而遵守 比玛利亚更有福 按照他生耶稣那样东西 这句说话回应天主教的 他就觉得玛利亚 满地圣宠者 他就觉得 他满了恩宠 他有多余功德可以分给你 耶稣说 他的恩典 却不如遵从神的人有福 但是当然玛利亚有遵从神 但是他作为玛利亚 耶稣肉身的妈妈 并不是代表他这件事很有福 他不及于遵从神的人有福 所以我们听神的话 是有福的 以耶稣为乐 神就叫我们成家地的高处 所以是有福的 还有耶稣有很多应许 来跟从我 我就使你得人如得如一样 这个一定是从神的生命 我们有平安喜乐 就会影响人 我们关心人 就会影响人 就会有果子 如果只是辩论 不能够带人信耶稣 关心他 让他看到神的恩典 神的爱 很多见证 让他看到耶稣的尾线 这个就会影响人 就是带人信耶稣 因为耶稣说 你跟从我 我就叫你使人得人如得如一样 尚在我里面 我就尚在你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总之我们尚在耶稣里面 我们的生命自然就有平安喜乐 人爱 所有的恩典圣灵的果子 和事奉的果子 会随着我们 是真的很真实的 希望大家很深信 和大家活出耶稣 有很多人跟我说 他最近很没力 很多烦恼 为什么呢 因为他经常吃烦恼 不断咀嚼 一直想那些烦恼 自然就没力 但是我们从神得力 我们就经常有力量 这样的时候 经常亲近神 我们的整个生命 就会结出果子 总是在神的话语扎根 并且经历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在你生命中 是真实 还是一个理论呢 希望大家 在神的话语上扎根 和多读深信 和应用圣经 因为神的话语 他口所出的一切话 是不会徒然返回的 左手边的圣经 就是我用的其中一本圣经 我是用了很多心经 写圣经的 写很多 我记住 这个就会帮助我们 去记得 去写圣经 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呢 在我初信主的时候 我们的团契有一次 这个是神安排的 聖经公会 请了聖经公会的人来 说到分析圣经 他就叫我们分析大纲 那些人说 烈七八糟 最后他分析 他就教我们写一二三四五的点 还有写箭嘴 由这个原因的后果 后来我也用三个颜色 很容易记得 红色代表耶稣的补血 耶稣的恩典 耶稣对我们的祝福是红色 蓝色相反 就是神的懲罚管教 那些就是蓝色 这是律法 另外还有一个律法 就是绿色 就是好像树叶成长 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什么 爱人如己 这个就是绿色的 神爱我们 就是红色的 神 要把他的口中套出去 这个就是蓝色的 那么我就这样记得 我记得多 我一听圣经 我立即告诉你 那句是说恩典 还是说律法 是惩罚 还是警告 还是提醒我们做什么 还有我听人说话 我一听就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知道他在骂人 他跟丈夫说 你都不听我说话 他这句是一个指控 这个指控是蓝色 绿色是什么 你听我说话 我就很欢喜 这就是指引他 告诉他 很不同的 你不听我说话 后果他更加不听 但你说 你听我说话 我说话的时候 你看着我 我会很欢喜 那是不是会动力大些 这个是绿色 就是说给他做什么 我们多些用正面的鼓励 不要说 你都不听我说话 你都不看着我 你都不关心我 他就觉得 我都有关心你 你又不当是 我们就说 你关心我 我很开心的 我很需要你关心我 我很喜欢你关心我 这些是绿色 还有有恩典 我喜欢就是恩典 这是人的恩典 不过圣经那些就是神的恩典 我就圣经 和神的心意 叫我们怎样得救 和圣经的真理 和怎样行神的心意 跟从神的路 因为合神心意 神就欢喜了 大胃是合神心意的王 圣经特别写出来 所以合神心意是神很喜欢的 第二 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秘密金甜 叫我们享受神 神的话语 是很好的 这位姐妹 她在网上摆了一些经文 她看到我们给了一些金句 她就录了一些录音 在我那里播放清单 有圣经录音 业牧师 上网找业牧师YouTube 有不同的报告清单 有祈祷录音 你找祈祷录音 有祈祷录音 有讲道 有英文的 有我祈祷录音 又有些背金句 我读那些金句 我又有的 她又有 她弄了一些给我 我又放上去 那些说 有些是帮你睡觉 帮你处理情绪 我又鼓励大家 侍奉神 用多些方法放上去 多些见证放上去 见证 你都会看到这位姐妹的 一些见证 她又很有心 立刻就应用了 这个就是 当我们 时时看到 神的话语 的甘甜 去见证 分享 人家就更加会得帮助 第三 能够安慰和医治人 神是医好伤心的人 我们就记得了 能够带领我们 我们脚前灯 路上的光 能够带领我们 还有补贵的应许 叫我们有信心 神的应许 在基督里总是是的 还有有智慧处理任何问题 还有预备行善和事奉 神的话语真的很丰富 所以希望大家 常常 读思想和念 念 也有几种念 一种是 大约记得的意思 第二种是照字念 还有念经 圣经节 如何读圣经和灵修 第一最好就是在早上 不过如果你真的不行 其他时间都可以 可以一起唱诗诈美神 和祷告 除了读圣经 又思想 一直用祷告的方式去思想 第二 顺秩序读几次新药 才读旧药 读旧药同时都读新药 因为有些人一看圣经 就不知道 从创世纪开始读 读读 读到利未记 好像都不知道 说什么 因为旧药圣经 不像新药 新药的灵修性 比较强 所以你读旧药 也读新药 但我们已经读过新药 几次 都读旧药 读的时候 同时都可以读新药 第三 初读圣经的时候 有时不明白 就不要理他 可以有机会问人 有时可以上网找答案 不过上网找答案 你要清楚答案是好 还是不好 是否合乎圣经 可以问全道人 用不画圣经 学习 用不画圣经 是会帮助我们的 第四 就是思想和应用 能够明白的经文 其实圣经很多地方都容易明白 不是难到不得了 第二 应用很重要 如何应用 有平安喜乐 今天我应用一些给大家听 大家就试回去应用 还有可以读一些灵修的材料 是有帮助性的 不过灵修材料 不能取代圣经 灵修是有人写一些灵修的材料 在网上也有 手机也有 第六 长时间投入赞美和爱慕神 就更加经历神的平安喜乐 这就是我们平日可以做的事情 下次再见 大家听完 对于神的话语 有没有渴慕? 有 希望大家学慕神的话语 并且最重要是学慕神 神才是我们一切恩典的来源 神的话语是神的爱的表达 将他的心意表达出来 但在这个时候 我本来 时间我以为不够 谁知道有够时间 我想请大家一齐出来 有谁愿意出来祈祷 求神祝福你 因为我看到时间 还有时间 出来 我们为大家开声祈祷 又会为大家按手祈祷 祝福大家 让神的话语 好像蜜金甜 比风房下滴的蜜更加甘甜 我们真是渴慕神 神啊 我的心切无理 好像六切无溪水一样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我们一起开声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